大家好,我是三喵,一个有温度的学家 咱们知道,抗战的时候,中国能够挺过至暗时刻 最终迎来胜利 靠的当然是我国军民艰苦卓杰,万中一心 肯于牺牲这种精神 那么与此同时,也离不开国际上的援助 除了物资援助之外 有不少的国际志愿者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 这其中最著名的一支军队 它的全称叫美国志愿来华航空队 简称鼎鼎大名的飞虎队 这个logo是一只会飞的老虎 非常非常的威武霸气 当然,这支飞虎队对抗战做出的贡献很巨大 只不过最近网上还是有一些人在诋毁飞虎队 不就是中国给钱他们来中国的这些雇佣兵吗 对吧,有那么什么 其实我想跟您说 整个飞虎队在抗战时期 它的贡献是被远远的低估了 那么这支飞虎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啊 有什么故事 咱们今儿就来聊一聊 你要说起来啊 咱们国府在抗战之初 那是有一支空军的 但是你也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工业基础是零 飞机是不能够自己制造的 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些宝贵的飞行员啊 一开始在跟日军激烈的战斗当中 这些飞行员血洒长空 虽然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 中国空军是取得了一些战果 也诞生了一些英雄 高志航、刘翠刚等等等等 但是飞机打一架少一架 而这些飞行员也没有办法得到补充 到了1938年之后啊 中国的空军比起开战之前 那个可以说是缩水了很多 而当时的苏联是派出了一批志愿的这个援华航空队啊 他们也是帮助中国撑过了抗战的一段岁月 但是到了1940年 日本投入了零式战斗机 他的首秀就是在中国的毕山 那么战损比您猜是多少 27比0 也就是说击落击毁 国军这边全毁的飞机 27架日本临时战斗机 一架都没有损坏 那么从此往后 临时战斗机可以说是主宰了中国的天空 中国的抗战迎来了至暗的时刻 甚至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 当时一架日本的临时战斗机 大摇大摆的降落在成都的机场 然后分析员拔了成都机场的旗子 然后又飞了回去 那么委员长很生气啊 说这个大队以后叫尺字大队啊 中国的天空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啊 苏联的斯大林 他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当然苏联他自己欧洲这边这个战事紧急啊 这是他的理由 然后命令撤出一切的驻华航空队 而且跟日本签订了日苏互不侵犯这种友好条约 顺便说一下 可能您不知道啊 二战后来的同盟国里面 承认所谓伟满洲国的 尤其只有一个 那就是苏联 也就是说到了1941年的夏天之后 中国又一次面对有空无防 这样的景象啊 这个之前我陪着一位抗战老兵嘛 他就回忆日本的飞机天天轰炸昆明的时候 那没有什么高射炮 那日本飞机就是在上面大摇大摆的头在 那这样的轰炸啊 日本是长途奔袭重庆成都昆明等等地方 试图用这种远程暴击来摧毁中国军民抗战的意志 也造成了很多很多的惨案 您比如说1941年6月份 较长口隧道惨案等等等等 中国的抗战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因为没有空军迎来了至暗时刻 那么这个时候啊 国府的空军顾问陈纳德 美国人啊 他是这个在中国领上校军衔 看到这些日本飞机如此肆虐啊 于是主动跟蒋委员长说 我回国 我去面见罗斯福总统 只要中国有一百架最先进的战斗机 再有一些志愿飞行员 我来想办法组织一支这样的志愿部队 用这样的志愿军去撑起中国空防的大散 这样的话 我们抗战的这个决心才不至于被摧毁 那么委员长答应了之后 陈纳德返回美国 通过国民政府的要员 大桥牵线 见到了罗斯福总统 那么他请求一百架最新式的战斗机 罗斯福总统当时是同意了 为什么呢 日本军队整个在东南亚地区 可以说是狼子野心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今天你想灭亡中国 明天你是不是就要吞并这边的英国殖民地 后天你是不是就要去 在美国的势力范围这边做文章 如果中国没有办法坚持抗战的话 那么到后来英美迟早就要面对日本 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穷凶极恶的敌人 所以当时美国虽然孤立主义 就是不置身于战争当中 这种想法甚嚣尘上 但是罗斯福总统说 这个我们的底线是中国抗战 绝对不能倒下 所以很快就批准了陈纳德的这个请求 然后找飞机 一百架飞机 好有但不是最先进的 当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 援助英国的战斗机 那么有那么一批P40B型战斗机 英国人看不上 说这个飞机跟德国那个BF109比起来 是没有办法打过他的 我们需要更好的飞机 那好吧 这批飞机就被英国退货了 那这些飞机对于国府来说 有飞机就是好的 赶紧通过租借法案的各种各样的资金 给买过来 与此同时陈纳德去美国招募飞行员 有来自之前美国陆航的飞行员 有来自美国海航的飞行员 也有来自美国民航的飞行员 当时是用比较高的薪水 让他们来到中国服役 对不对 当时的美国飞行员 普遍也就是顶多300美元的月薪 那么你来中国服役600美元 就这个样子 所以到了1941年下半年 很多这样的空中冒险家 志愿飞行员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坐船来到中国 他们的飞机也是坐船 各种各样的装运 从缅甸等等这些地方进入到中国 到了1941年的12月 这支部队总共有60多架飞机可以作战 那么1941年12月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之后 他们加快了空袭中国的力度 12月20这一天 日本的飞机空袭昆明 往常日本飞机空袭昆明 那就是真的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随便挣扎的看着地上 这些男男女们的哀好 但是这一次 他们是一脚踢到了铁板上 这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这些小伙子们 早早的就接到警报 说会有日积来袭 摩拳擦掌 等待多时 所以日本飞机到了昆明上空之后 就被迎头痛击 被打下来 五架 志愿飞行队声称五架 日本那边承认是三架被击毁 另外几架重伤 可能您觉得不多 但是我告诉您 这是1940年临时战斗机在中国首秀以来 中国上空第一次有日本飞机被击落 您就可以想象一下 这对于整个抗战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了 当时大家都流传 日本的飞机不可战胜 原来它是可以被击落的 原来有飞机来保卫我们 这下抗战等于说是被打了一阵强心机 而且您想想 那个时候太平洋战争高爆发 对不对 日本的军队到哪哪哪都是所向披靡 战无不胜 对吧 香港丢了 新加坡危在战袭 缅甸似乎也危在战袭 这个时候有这么一小只志愿人员 他们开着飞机到天上跟日本人拼命 竟然还干掉了日本的飞机 这不但是对中国抗战一记强心针 对整个的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鼓舞 所以第二天啊 这群志愿队的小伙子一下就出了名 他们之前在自己的飞机上 P40飞机底下有个散热器 画上鲨鱼嘴 对吧 那个整个的那个鲨鱼嘴还画了一眼睛 凶势恶煞 他们觉得日本人怕鲨鱼 我在空中画鲨鱼就吓他们 结果那昆明的老百姓跟报社的记者 也不知道那什么 没见过鲨鱼吗 就说这个空中张着雪盆大口 飞老虎吧 好 于是啊 这支部队就被叫成了Flying Tigers飞虎队 那么队员们跟陈大德 陈大德这个时候已经是将军军衔了 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名称 然后去委托美国迪士尼来给他们设计队会 这个时候没错 就是你知道的那个迪士尼乐园 米老鼠糖老鸭的那个迪士尼 是沃尔特迪士尼亲自操刀 给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徽章 看到没有 一个老虎张着翅膀 然后有一个V字的符号 这个象征着胜利 从此之后飞老虎之威名在亚洲太平洋战区不进而走 那么接下来飞虎队投入缅甸跟日军展开非常非常艰苦的战斗 陈大德是一位啃动脑子的人 他发现这个日本的这些飞机啊 比如说他的临时战斗机等等 水平盘旋性能非常的优异 那么P40战斗机如果想跟他去拼机动性的话 那是没得拼 对不对 怎么办呢 P40有他自己的优势 那个发动机功率还算不错 飞机比较结实 火力还猛 对陈大德就告诉他的飞机员 你在高处等着 看到日本飞机俯冲下来 一击脱离 甭管击中 没击中 这招其实还是挺好使的 你要知道 在那个时候 以临时战斗机为首的日本的各种飞机 比如说伊士索奥斯卡等等 他们在各个战场上 把盟军的飞机 什么布鲁斯特水牛等等 打的是丢盔卸甲 狼奔使徒 而唯一一支能跟日本的飞机 打的有来有回的 就是这样的一支空中飞老虎的志愿部队 他们在缅甸摧毁了很多架的日本飞机 只不过缅甸的路上 盟军跟中国远征军整个的败的太快 机场眼看就要沦为敌手 所以说飞虎队不得已炸毁了自己在缅甸的机场 同时焚毁了很多很多的飞机 和零备舰避免他们落入日军之手 到了5月份飞虎队撤回中国昆明吴家坝机场 能出动的战斗机可能连20架都不到 急需补充和休整 但是时间不等人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军队的冰封已经越过缅甸国际 开始进入中国 占领了宛町 占领了芒市 即将兵临沐江 那么沐江这个地方有一座桥梁 汇通桥 一旦日军占领汇通桥 或者通过别的办法跨过沐江 中国腹地就再没有显刻以守了 日军就可以一招黑虎掏尽 直接断了中国抗战的这个外来援助 以及切断大后方的一切一切的这种准备 中国的国运万分万分的危险 5月5日日军几乎获得惠通桥这边的控制权 在千军一发之际 中国这边的宪兵把惠通桥给炸断了 但是危机还没有解除 为什么呢 惠通桥连接陆江东西两岸 东岸中国军队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去大规模布防 而在西岸这边 日军的第56师团摩拳擦掌 他们准备在鹿江上搭渡桥 有条不紊的把自己的坦克军车 搭部队给运过鹿江 如果再给日军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个渡桥就能够搭好 那么中国的抗战还是要面对无比凶险的前途 这个时候陈大德将军主动 跟蒋介石凤美玲商量说 我们的飞机要主动起飞去轰炸 鹿江西岸 因为鹿江西岸不但有日本的军队 还有难民等等 这样的轰炸是希望您去批准 那么委员长当机立断批准了 那么陈大德让飞虎队能飞起来的飞机 八架飞机 四架挂炸弹 四架在高空掩护 就这么冲向惠冲桥西岸的日军阵地 投弹的飞机扔了炸弹之后 又回来用机枪扫射日本的这些军车 唐贺行军送队 然后那四架高空掩护的飞机一看 没有日本飞机 于是也加入了这个阵列 在当时日本的第五十六十 它行军速度太快 而且他们眼前的中国军队 也是一触即溃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 哎呦我还能遭遇空气呢 所以被打的阵脚大乱 这些美国飞行员 直到把自己的这个机枪子弹给打光 然后回昆明赶紧的再装弹再回来 连续几天就把日本的这个 行军队列给压在怒江西安 到后来他们甚至装的炸弹 不是一般的炸弹 装燃烧弹 专门瞄着日本的油罐车和油料库去下手 那效果就更大了 就这样 飞虎队以残阵不断的出击 给中国军队争取了一周多一点的时间 而宋西连将军带着自己的军队 终于在怒江东岸 布防完毕 中国抗战最危险的时刻 是这支飞虎队帮着渡过去了 到了1942年的7月4日 我们说随着中国和美国 那么反法西斯反抗日本合作 越来越深 那么你说在中国 你的这支部队 你再叫志愿队就不合适了 所以这个飞虎队 也就是元华航空志愿队 在1942年的7月4日宣布解散 这也就标志着名义上飞虎队的终结 那么这支部队中国总共奋战了7个月 自己接受了飞机129架 损失了80架 飞行员牺牲20多人 那么他们在空战中击毁日本飞机150架 在地面扫射中摧毁日本飞机297架 极大的鼓舞了中国和反法西斯同盟的士气 而且在抗战的至暗时刻 救中国于危难之中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在飞虎队撤销之后 这支部队换了一个名字 叫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 加入了中缅印战区 继续奋战在中国战场 那么他们为驼峰航线的飞机进行护航 是掩护国军去进行局部的反攻和撤罪 并且不断的主动出击 极大的牵涉了日军的空中力量 就这样 这支部队一直陪着中国 走到了抗战的最后 见证了日本彻底的战败 所以这群空中飞老虎 我觉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都不应该忘记他们 而他们的这段历史 也终将不朽 天空铭记飞老虎的英雄们 好了 关于飞虎队的故事 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